蛤 什麼啊 就是戴上這個手環呢 我的讀心書就會被干擾 就會讀不到別人的心了 妳幹嘛這樣 因為這樣妳就可以騙我啦 才公平嘛 妳實在是喔 因為天蠍座嘛 蠻喜歡浪漫的 所以就是在生活中都會 講一些比較肉麻嘛 就覺得比較甜的話 我還蠻喜歡甜言蜜語 會喜歡逗你沒有開心的 古羅馬劇作家沙捷筆研說 相愛的種子 成長在空氣裡的一絲一圈裡 妳知道這句話什麼意思嗎 意思是 愛情是在生活的點滴中所培養的 答對了 可以問一下妳剛剛親了幾次嗎 我沒算耶 很多次 就十年份都親完了 其實我覺得我們剛剛有一種 搶空氣的感覺 因為很悶 然後呢 我們嘴巴都不能開 所以嘴巴也不能呼吸 然後鼻子也都碰在一起 所以真的 你知道氧氣很少 一度有點頭暈 好像就是想多吸一點空氣那種感覺 而且 吐氣的時候也有點尷尬 所以我幾乎都是憋氣的狀態 最後可以直接整到她的枕頭上嗎 靠近她 到底睡就對了 對 從導演出口 這樣子 OK 等她從旁邊就好 小鳥魚人 導演通常我喜歡躺胸口 不要把妳自己的事情講出來 那剛剛那個吻氣呢 大概是把這十年的吻氣 都一次給親回來了 因為那個光 要很精準 所以我們剛剛親了至少十次吧 有吧 太好我父母雄很熟了 我初吻就是獻給她的 所以 對 她真的是我一幕初完 然後剛剛我就說 我們把這十年沒親的都親回來了 我覺得 我覺得王亞森蠻好親的 哈哈哈哈 這世界很酷